我叫Leo 我本身背景是一個讀IT的人 大家簡稱IT狗 我畢業後 一開始就在大公司裏面 做一個軟件工程師 做了不算很長的時間 可能說兩年左右 之後就開了一間自己的公司 幫人寫Apps 我挺喜歡洗車盒 洗車盒是我第一次 以一個社企的身份去做 一方面我們幫客人做一些 上門洗車和汽車美容的服務 而提供服務的這班人 也是我們在另一方面 透過不同的社企機構 或者我們自己的招聘 去找一些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去提供這個服務 我覺得當你做一個生意 除了他有錢賺 另外還有一些社會的意義 我覺得這件事是挺開心的 我屋苑是沒有洗車服務的 唯一就是樓下有個油站 可以排隊洗車 但是很多人排隊 我心想這班人是否傻 為何要排三個小時為了洗車 同一時間屋苑洗車服務的質素又很差 所以不如我自己也有這個需要 應該我同一屋苑的人 甚至乎香港其他地方的人 都應該有類似的需要 於是就想不如我做一個上門的洗車服務 很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打工的 很直接 就是老闆說什麼你做什麼 或者你有什麼想不到 你問問老闆 但是當你自己已經是個老闆的時候 那你沒有人問的了 自己就要對自己的行為 或者自己的決定負責 喜歡自己的創業多些 你成功得到的滿足感 是簡單來說打工給不到你的 失敗的時候 當然你會自責 但是同一時間 你也會學到比打工更多的東西 首先你自己有一個 有一點賭性 不是真的賭錢那種賭性 而是你真的可以很快地 做到一些正確的決定 因為你做一個決定 可以是對可以是錯 但是你對的機會有多少 錯的機會有多少 其實就是看你自己的 意識有多高 這個其一 其二就是那個受壓的能力 因為其實每一天都是壓力 那所以如果不受得的話 其實我覺得打工會適合很多 那第三就是 很難會有一個很安穩的生活 因為都是那句 每一天都是挑戰 一種就是一股熱誠 但是就趁年輕人早點做 因為你的機會成本比較低 就是你不會有很大的家庭負擔 但是另一方面 我覺得都應該要有一定程度的準備 那個準備是最低限度 你要準備到自己的生活 以及準備到萬一真的 失去了之後的打算 我自己當時的做法就是先打工儲錢 那我儲的錢是足夠我完全沒有生意 都可以養起自己一年 要儲錢就總有方法的 你練就自己的生活模式 雖然說我儲了錢夠 我不夠生意都可以生存一年 我沒有說我不夠生意的時候 可以大喝大吃一年 這是一個代價 你有一個理想 你有一個夢想想實現 而這個過程之中 你一定有若干的犧牲 無論是簡科也好 創業也好 其實我覺得最忌就是所謂一窩蜂 什麼意思呢 就是原來這個行業很熱 或者這個學科很熱 我就去讀或者我就去做 如果你本身對於這個學科 或者這個行業 你不是真的有一些特定的興趣的話 一你會做得很辛苦 或者讀得很辛苦 第二就是你沒有那個熱情 或者那個熱城去再推前一些 你最多可能做到平常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首先你問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跟你的興趣去做 這個會事半功倍的 那就這樣做 你就會去遭遇了 你快到這個信息 你平常有誤會 感谢观看